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部分 就是旅爱特的一个核心 State, Propose和 Context 首先我们先来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 就是这三个分别什么意思 就是旅爱特主件都会有这么三个属性 但是这么说其实有点偏颇 不一定全都有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有 简单了解一下 State是主件的状态 这个大家应该理解 我们说我们会把一个主件 把它分为这种状态 它在干嘛干嘛干嘛的时候 显示不同不同不同的结果 第二个是Propose Propose是主件接收的参数 有些主件是要接收参数的 比如说你在做一个按钮的时候 就说个很简单的例子 虽然你制定了一个按钮组件 对吧一个按钮 毫无疑问是你按钮里面的事件是不一样 比如说Unclick的时候干嘛 对吧Unclick的时候干嘛 肯定是每个按钮不一样 有些是点赞 有些是阿甲克斯请求 这是不一样的Unclick 按钮上里面的文字也是不一样的 那你不能为了每个不同的东西 都去写一个不同的按钮组件 那不是违背了咱们组件化开发的一个初衷了吗 那我们希望一个什么样子 就是按钮 它给你提供了很多写参数的一个功能 Options 对吧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定制你要的按钮 但它整体来说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怎么来 就是Propose 主件接收的参数 待会儿呢 这是我们讲解的一个重点 然后呢 下面一个是Context 这个的话先提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 现在处于一个试验的一个API 在Context里面衍生出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比如说Lidux就基于这个做的 那么这一点呢 咱们不是咱们探索重点 这节课主要重点呢 是State和Propose 我们说State的时候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应用的状态 那State呢 那么比如说人一样 对吧 人有几种状态 要么你开心 要么难过 这种状态呢 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 就是你内心觉得很开心 内心觉得很难过 然后呢 再表现到你的这个脸上 你的表情上 对吧 你很开心 笑嘻嘻的 你很难过 哎 悲天悯人 在Lidux里面 其实是一个意思 比如说这个State 有两种State 对吧 然后我们根据Lidux里面的方法 去渲染出不同的样子出来 比如说你人 你感到开心 然后你自己有个Lidux里面的方法 渲染到这个表情 到你的脸上 所以说像人一样 处于开心 难过不同状态时 所呈现的表情 是不一样的 Lidux里面的 通过限制State 使这个程序状态 更加可控 对吧 就是说你可以确定 这程序 处于某种状态里面 状态是有限的 状态带动的样式 也是有限的 不然的话 这是一个女朋友组结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不可控的 他看起来很开心 对吧 其实现在想杀了你 他看起来很难过 其实现在开心的一批 就说我们通过限制State的方式 使这个程序状态可控 它是状态是有限的 我们就能控制它的状态 让我们的开发维护 都更加简单一点 好 这State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一下State的一些规则 State的规则其实不难 它就三条规则 第一个 我们说过的 State只能在组件的Constrate里面 初始化 就是没得选的 就是因为Constrate 是我们的组件运行的时候的 第一个方法 Constrate的方法 对吧 就需要在这里初始化的State 所谓初始化 也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 就是令第四点State 设置这个组件的State 为一个对象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State只能 注意只能使用 SetState的方法更新 别的都不行 因为我们SetState会 后面会调用Lender 就是会保证这个状态 跟我们的界面 看起来是一样的 第三 SetState会导致Lender重新执行 从渲染组件和直组件 渲染组件大家应该体验过了 就是我们每次SetState 它都会KKKLender重新Lender一遍 但渲染直组件 这个没跟大家说过 我们要注意 我们在写这个的时候 很多时候 这个组件的这种状态 复制状态 类似于这个树一样 对吧 那么复组件更新了 会带动全部的直组件 一起全部更新 这是一个小问题 就是那如果直组件更新 如果你更新了 你会影响我吗 不会 你就更新自己就完事了 OK 那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input 这个APP里面 会引入两个组件 对吧 一个input 一个nav 两个组件 那么我们分别 给两个组件 都写上一个console.log 在这里写 console.log input 组件 更新了 然后下面 我们在这个button里面的nav 里面 对不对 用button OK console.log button 组件 更新 我们回到app.js里面 在这里我们改一下 app 组件 更新 那么我们要实现这个例子 我们需要一个p标签 挂一个点击事件 对吧 点击 更新app 组件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对吧 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挂个click事件 unclick 等于我们这里用个非常简化的一个写法 大家继续看怎么去写 this.setState 是不是可以 因为this也是这个组件 this setState 什么都不干 什么新状态都不传 但是只要用setState 必定更新这个组件 好 我们回到这点击更新 setState 虽然我们没有传进去一个任何一个新的State 但是呢 只要电用setState 并且传入这个参数 它就会更新整个组件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更新app组件 app组件更新 input组件更新 那我们还有个button组件还没进来呢 对不对 OK 我们把button也弄进来 好 现在我们有两个了 这是什么 这是input组件 我们简单的包一下 这整个是app组件 然后呢 这一部分是input组件 这一部分呢 是button组件 三个组件 那我们点击更新这个玩意儿 看看会怎么样 点击会导致app更新 input更新 button更新 就是副组件 副组件对吧 它是一个类似数的结构 这是app 这是button 这是input 这个app更新会导致带动它们两个去更新 那如果我们只更新button组件 或者我们只更新input组件呢 我们再输入点内容 还记得吗 我们的input组件里面 只要我们输入内容的话 就会调用handle input方法 然后呢setState改变它 我们来更新一下 是不是只有input表现更新 input组件更新 不断更新 其他组件不受影响 这就是一个树的一个问题啊 真是把它想象成一棵树 一棵树 对吧 那么这个树 树根的东西呢 会发到每个树叶 比如说你树根去吸收营养 对吧 会发到每个树叶上面去 那树叶呢 比如说你这个树叶被虫子咬了 那它对其他树叶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直组件更新 不会带动副组件更新 副组件更新 会带动直组件更新 这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大家以后在开发的时候 知道这一点之后 就要去探索一下它的性能的问题 就不要动不动 咔咔咔全部的更新了 那么你的程序会很卡 好下个问题啊 就是State一般用在render里面 去渲染JSX 这个例子我们先举过了 对吧 就是在里面通过这个方括号的 通过这个话括号的语法 去运行一段JS代码 然后呢 在里面去嵌用DistanceState 根据这个状态 去处理不一样的结果 这一点呢 咱们就不再演示了 那么这里给出例子呢 还是上一课 我们写过点赞按钮 同样由于咱们上一课写过了 对吧 当然呢 现在你在写的话 这个概念啊 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呢 建议你自己去写一下 在这里呢 我就不给大家重复了 State怎么设定啊 怎么去监听事件啊 DIS怎么办呢 等等这些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入门 一个Demo 但是要你自己去写的话 就得去看看 你有没有真正的 去理解了Reit这个模式了 好 下面一部分 我们要讲Reit核心的第二部分 Propos 这部分呢 是定义组件之间参数的 就是我们在组件里面 将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属性 叫做Propos 当然是DIS 对吧 组件内部的一个属性 DIS点Propos 那这个组件参数的意义呢 是用于在组件之间 相互传递参数 当然一般是指的是 副组件向组件传递 因为很少会有组件 向副组件传递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 这里给的一个例子 先从下面开始看起 下面我们在定义 这个NAV的时候 对吧 我们继承了一个Propos 当然这一步不是重点 我待会需要看一点区别 就我们在这个Conduct 跟Super里面 加了一个Propos 然后下一步 我们在使用 怎么使用Propos呢 会通过这种 这里DIS点Propos去使用它 那么你可能存在一定的疑问 说一定要继承才能使用吗 其实不一定的 Propos是这个组件 天然自带的一个属性 在这里我们看一点东西 就我们这里定义 对吧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在这里使用的时候 会发现这里有两种 使用Propos的方式 那我们在这里呢 引诱使用了一个NAV组件 第一种方式在这里 我们通过给这个组件 写入一个标签的一个属性 Title等于一个 Stream制度上类型的一个Name 这种呢 将会传递到Propos里面 第二种是什么呢 第二种是在这个组件 开标签跟必标签之间 写入其他的一些组件 表示这种嵌套的使用方式 那你可能会注意到了 之前我没有很明确的说 NAV就这种方式 直接自闭合的方式 跟这种NAV 开标签的方式 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我们之前并没有说过 那么现在你应该可以清楚了 这种方式 相对于之前的方式区别是 中间可以插入一些别的组件 进行一种嵌套的一种使用 那么这两个 我说了这两个一跟二两者呢 都会被放到Propos里面去 对啊会放到这个 Dist.Propos里面去 那怎么去获取它呢 这也需要看右边的一个简介 右边我们如果想使用title的话 在这里对吧 我们可以使用Dist.Propos.title 就里面这个标签里面的属性 会直接被放到 Dist.Propos里面 去作为一个建制队去传递 对啊 所以说在这个NAV 这个标签组件中 就比如说NAV 可以指定一个属性 传递给主件 比如说我们指定了title 传递给它 第二点是我们的 这一个spam标签 这个标签将会被怎么传递呢 第二个 Dist.Propos.children children咱们可没有定义 对不对 但也知道children是小孩的意思 那这个被传递过来呢 将会是这个spam的标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children 是一个Dist.Propos.children 是一个特殊的属性 它会将你往里面传递的 全部的标签 都放在这个children里面来 那么组件的直组件 可以在children里面获取 OK 注意两者区别 一种是这种写在标签里面的 直接去使用 对应的名字去使用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这种呢 则是使用这个children来获取 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它 一般来说放到这jsx中去站位就可以了 第二点 是我们要说明 这个constructor继承Propos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这里写了这Propos 那为什么这么写呢 不写可不可以呢 不写是可以的 那么写的意义是在于 你在构造函数中 需要使用Dist.Propos 就在这个函数内部 需要使用Dist.Propos的时候 我们才去继承这个Propos 当然呢 REAT官方的指引是 无论你用不用 麻烦你一定写上这个Propos 一定要继承 所以我们接受官方的指引 就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都要去继承这个Propos 就相当于我们的模板 加多链的内容呗 那么jsx的使用 对吧 那children一般会放在这jsx里面呢 去站位 然后呢 它会被自动的渲染出来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例子 就以NAV这个组件为例子 当然呢 我们也需要说明两类的问题啊 一类是这个类方法去创建这个组件 跟函数方法成员组件 两者怎么去用这个Propos 因为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函数方式 你可没有什么构造器什么的呀 对吧 也没有Dist 我们说明这个问题 在NAV组件里面 如果是函数式调用啊 我们区分一下函数式 函数的组件 怎么办呢 它会在这个函数里面 传递一个参数给你 你接受一下使用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在这里 我们怎么用呢 用一个jsx里面的运行代码 Propos.title 下面一个Propos.children 先签出这种方式 然后我们再去使用这个NAV组件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去试一下 在下面啊 写个hr去换行 然后说把之前的都注释掉吧 好吧 NAV 然后呢 我们在里面传递别的组件 比如说传递一个h3标签 这是一个传递的children 对吧 这是一号求诊了 咱们还有二号求诊了 再来一个求诊2 OK 传递了两个给他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NAV里面 是不是就有了这么两个 对吧 两个子组件 那么其他的属性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传递 title 等于一个标题 这么传递可不可以呢 这么传递可以 因为现在我们传递 相当于直接把一个字符串 已经传过去了 他们两者应该是等价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写上这个括号 他们也是相等的 因为都是字符串 这就是我们说 propos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在 函数的组件里面 去调用他的话 用传递过来的propos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函数里面 去接收他 别人传递过来的一个参数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children是个比较特别的 一个属性值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代表着 你传递给他的 全部的其他组件 那么同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 继续传递button表现给他 那么button呢 也会作为这个children 被渲染到这个children下面 好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说这个标签的组件之间 相互传递的一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要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类的调用方式 怎么去用propos 比如说我们用按钮的时候 会指定这个按钮的名字 对吧 这个按钮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点击一下 你就上天 那么我们在button里面 怎么去使用它呢 同样的一个意思 那注意区别是 我们在类里面 统一使用propos 把这个改一下 this.propos.nap 就能把这个属性给获取过来 点击一下 你就上天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能很方便的 对这个组件进行复用了 那我们可以复制 粘贴 里面是按钮的不一样 对吧 点 点击一下 百度一下 保存 这时候我们就能够复用这个按钮了 并且因为我们传递的参数不同 这个按钮里面的文字也不一样 这是propos的一个作用 其实propos用起来非常简单 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注意两点就可以了 一点是propos 在这个类里面必须使用this 那这函数里面呢 是作为一个行参传递给你的 那么第二个是这个token属性 相对来说特别一点 但相信对大家来说 应该也很好理解 就是说你可以在里面 传递别的组件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在nav里面传递了一个button组件 这是一个propos的一个使用 我们再回来回顾一下 这个标签的闭合 这个组件的闭合写法 跟不闭合的写法的区别啊 就自闭合组件中 不能再传递其他组件了 就不能传递直组件了 但是呢 可以传递其他的属性给他 那么开组件呢 是可以在其中差异其他的组件的 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实现非常好用的签套功能 把小的套成大的 更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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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不断的嵌套下去 这样呢 也给react带来很大的提升空间 包括我们以后会使用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UI库叫antd 对吧 他在react的一个加持下 写起来简直有虎添翼 非常的快 比bootdrop好多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 propos的一个说明 然后呢 接下来是这个context上下文的一个说明 其实这个context呢 非常简单 当然这节课不准备讲太多 因为我们有些问题啊 就context会涉及一个 类型检查的一个问题 我们把这些都推到下节课去讲 下节课会把这个认真讲一讲啊 那这里呢 context你就知道 它上下文参数传递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经常需要怎么样呢 需要在一个组件里面设置propos 比如说我们组件 签套非常深的时候 对吧 这个组件签套一个组件 又签套一个组件 又签套一个组件 那么我们如果要让这个组件 最下面这个组件 对吧 三号组件 用到一号组件的propos的时候 怎么又怎么办呢 那么是不是得 他传给他 他也传给他 非常麻烦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设置了context之后 他怎么办 设置context之后 这个属性将会自动的 全部卡卡共享 那你就不用一层一层的 用propos来传递了 OK 就context的一个好处 那因为它涉及一个东西 叫做类型检查 在静态类型检查 是react一个重要主要部分 因为我们需要确定 我们的propos到底是什么类型 不然的话 你的参数传递下去 很有可能会出错 那为了实现这类型检查 这下一个内容 所以context 我们也放到下一个去讲解 感谢观看